好,我们开始了 我们来介绍保护云端数据 保护云端数据安全 好吧 这是一个大主题 东西很多 我们来看 首先 在云端保护好数据 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个呢 私密性 私密性 这个词儿 网络安全竞争体啊 私密性 就是只有授权的用户 可以读取数据 大部分的工作 应该都是私密性的 那么私密性一般有两个事儿 私密性一般有两个事儿 就是授权的用户 只有理论访问 这是私密性的一个部分 还有加密 就加了密 那只有授权的用户可以解密 只有授权的用户可以访问 所以基本上有两个事儿 就是权限控制 只有这个人可以访问 还有一个加了密 只有这个人可以解密 所以说 私密性就 就不怕两个重要的东西 最主要的 一个就是权限控制 一个就是加密 都是私密性的 第二个 就是数据完整性 不能被改 不能被修改 就算被修改 我也能恢复 修改了 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修改的 首先 我根本就不能让你改 就算你改了 我知道是谁改的 而且就算你改了 我有备份 就算你改了 我能恢复 这是完整性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多重防护 防止单一错误就造成数据泄漏 都来 好吧 就都来 既要 我既要做权限精细控制 我还要加了密 我还要做日志记录 我还要做版本控制 我还要做备份 这样我都做了 那么任何一个 就算我任何一个我失误了 那么只要其他人领住的 那基本上我们的数据也是可以保障的 好吧 三件套 私密性 完整性 多重防护 OK 好 好 看一下 紧接着 你要保护的数据分为两种类型数据 你是敏感数据 你要保护的数据分为两种 一种是静态数据 就是存在S3桶里面的 存在的硬盘里面的 存在的数据库里面的 这个玩意儿叫静态数据 那么静态数据呢 无非就是加密它 权限控制好 只允许最小的权限 只允许另一个人 某种条件 才能够访问 备份 及时备份 版本控制 就是说任何一次改变 都有一个版本记录 版本控制 加密 最小权限控制 还有一个呢 就是静态数据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在保护传输中的数据 就在网络传输过程中 那么那就加密嘛 就在HTTPs嘛 基本上就在HTTPs了 基本上就是HTTPs了 就是通过安全的传输协议 来传输 那主要就在HTTPs 来就数据传输的时候 有加密 OK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严格的网络防控制 就是说 其他的非不安全的那些协议 全部都给我干掉 然后呢 也只允许这个主机 才能够访问他的进行通讯 而且也只能用安全的协议 HTTPs通讯 好吧 就是做一些严格的访问控制 就是只允许安全的协议 只允许你允许的两个主机之间进行通讯 所以呢 有两个 一个是静态数据的保护 一个是在网络上传输的数据的保护 两个部分 好 这依然是比较 就是说 什么叫做这个REST 就是静态的嘛 包含刚才我说过 什么叫 哪些是静态数据呢 比如说SN桶里面的 数据库里面的 硬盘里面的 这都算是静态的 那加密 全线控制 备份 版本 基本上就是 他需要做的 数据的传输 那就说 需要通过安全的协议 那么FTP就扯了大了 TILOT就扯了大了 那么至少呢 一般数据传输 那应该就只有一个 HTTPs 好吧 如果说你命令行控制 那你就得SSH 命令行这些东西 基本上SSH 数据传输 那基本上 还有什么 当然你别说是买SFTP 谈不上 在云端 基本上 谈不上用这个东西 云端传输 基本上 HTTPs 基本上就这个 好吧 好 下面他就说 我们举了一个案例 首先你一 你访问这个负载容器 那负载容器 找到后面的EC2的应用 然后应用了三 然后从这个S3桶里面 去读取相应的数据 回来之后 把这个数据通过四 回到负载容器 负载容器 再回到这个客户 一共的五步 然后他说 这五步 任何一个步骤 你都应该考虑 三大 在三个方面 都要去考虑 它的安全性 刚才不是三个方面吗 对吧 那就是任何一个点 一二三四五 任何一个点 你都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安全性 第一 私密性 第二个数据完整性 第三个 这个深度的防护 都应该任何一个点 你都应该在这三个方面上 都应该去思考 好吧 好 上来了 那么三个方面 那我们先聊最重要的 私密性 私密性 好吧 私密性第一个 严格的控制 只允许授权用户 可以读取 私密性 第一个 我说私密性 也包含几个 私密性 最重要的 就包含两个 一个就是 严格的控制 只有这个用户 可以反观 其实其他都不行 好吧 那么怎么实现呢 IM 权限来控制 只有授权的用户 可以读取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就是加密 那么只要我加了密了 也只有授权的用户 才能够解密 只有授权的用户 能够得到密钥 用这个密钥 才能够解密 所以这个私密性 就两个 一个是权限控制 一个是加密 好吧 好 他说现在 我们以这个 第三个脸 就是这第三个脸 就跟这个S3桶 这个通讯 这个过程中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分析一下 这个 就是这个A点 在S3桶 就是REST 就是静态数据 B就是 网络传输的数据 就A点B点 A点是在桶里面 B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 那么 这两个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生命性 好 第一个 就是如何控制 只允许某一个人 只有这一个人 谁谁都不行 爱谁谁 谁都不行 那怎么玩呢 OK 有些人说 那只允许他 很简单 我就做一个IM策略 然后呢 只允许他 然后呢 去全线控制 只允许他防控这个桶 就完了吗 不对 你这个是错误的 不能这么干 今天早上 我才把我的策略改了一下 因为我的S3桶里面 有一个 给你解释一下 昨天说我特别紧张 我昨天特别紧张 今天还好点 今天 今天我不太紧张了 今天早上把策略改了 因为这个策略一直有问题 所以说我也一直没有改 但今天呢 我觉得不改不行 我怕我自己出错 就这个 备份 DB备份 这个 DB备份 这个桶 这桶里面是 每天晚上 我会把我们前一堂内部系统的 整个数据库 每天晚上备份一面 每天晚上 都备份到SN桶上面 每天晚上 好吧 有时候呢 里面有我 我整个内部系统的 整个数据库在里面 好吧 那么 那好 再想想 如果说我要安全 我 比如说 我有一个专门的用户 叫做 就有一个专门的用户 反而有一个专门用户 他有权限 去 往这个桶里面 传文件 你怎么去控制呢 怎么去控制 只允许他呢 有人说 你就写个策略嘛 做个桶策略 你只允许他 就反过了 这不行 你想想 策略是累加的 你桶允许他 但是呢 你防不住啊 你完全防不住啊 其他地方 那些 identity policy 你桶策略 说桶没有问题 桶策略 resource policy 你写好了 就说 只允许他来反过 这没问题 好吧 你绝对就只允许他了吗 那不是啊 那么 这可以在identity policy里面 可以做identity policy S3 full access S3的full access 他们允许了 他们也可以去 所以说呢 你在桶里面 卡死值允许 谁来访问 这个桶是完全不好使的 好吧 那怎么才能够确定 只有你能够访问呢 只有你谁谁都不行呢 很简单 用deny 看一下啊 看看这个操作 条件 Stream Lardlike 就是不要像这样的 当然我这 我这做的比他严谨一些 我觉得他这个做的太不严谨了 看一下我这个 这做的要复杂一些 我是Stream 不EQ 不等于 只要 就只有等于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是我创建两个用户 这两个用户 这两个用户的唯一ID 就说这个ID 这破案是个什么鬼 我第一次看我也懵逼 我也觉得这是个什么鬼 破了去了 这是这两个用户的唯一ID 怎么得到这个两个用户的唯一ID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用这个AWS IamNistusers 就能够得到每一个用户的 他所对应的唯一ID 每一个用户的 所对应的唯一ID 这个地方是这个AWS User ID的唯一ID 这是两个用户 这两个用户 两个用户 OK 又跑上去了 就两个用户 好吧 看一下你匹配了这两个用户 条件 用条件匹配的 只要 只要不是这两个用户的 不等于这两个 不等于这两个 不等于这 只要不等于这两个的 就除了这两个用户以外的 好吧 可以等我呀 除了这两个用户以外的 干掉 你们不可能去干这个操作 就是这样做才真正实现了 注意啊 这么做才真正实现了 就只有他们俩 当然了 你还得允许他们啊 你需要做一个策略 去允许一下 你看你 优势一允许 优势二去允许 就说呢 他们俩 就确实要允许哦 允许他们俩才行啊 要允许他们俩 要允许啊 允许他们俩 能够做这个操作 然后呢 你还要做 除了他们俩以外的 任何人来的 全面 好吧 OK 明白了啊 就说呢 你怎么才能够实现 只允许谁 能访问 是 要用这个技术 除了什么 全干掉 你一定要用 deny 注意吗 deny高过于一切 只要被deny的 你就不活的 就说 我这个只要deny了 你用什么都救不活 你用哪放都不好使 我这个deny是最牛逼的 我在deny说不行 哪哪放都没用 那现在 我这个deny一顶在这 那也就是说 最大的权限 也就只有他们两个 能够访问这三个权限了 其余的全部都完蛋了 跟你讲 这三个行为 只有这两个可以行 其余就全部扯淡了 全部完蛋 好吧 所以只有这个才行 所以今天早上 昨天我发现有问题 所以今天 我现在人家策略都看不了 我跟你讲 连住都看不了 就是这个我做了 只允许我那个用户 除了用户以外的 任何人 你看我这 我是耳的命 看不了 看都看不了 好吧 我是耳的命都看不了 那就这么办 好吧 就说呢 你要控制只允许谁 你应该用这个招 不等于这两个 全部什么行为 当然你可以说S三星吧 S三星 OK 全干掉 服了吧 就这个资源 全干掉 就服了 那就只有他们两个 这个一行 都不行 全扯淡了 全歇了 好吧 这招 告诉你 这咱还是正正道 好吧 其他都保持 你千万别说 可能就在这边 可能就说 不用这个 我们就 你看 我只允许他来访问 不就得了 那个完全不好用 这个完全不好用 完全不好用 因为 这是resource policy 你要知道 最终的结果 是由resource policy 和identity policy 联合加在一起的 所有allow所允许的 有时候呢 你这儿虽然说 只是允许 allow它们俩 你可以在很多 可以在很多其他地方 在不断的allow 把很多用户 都给拉进来 都可以 所以说呢 这个allow是完全不靠谱的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封杀 你一定要用deny deny为什么 这就好死呢 deny最有限 一旦deny就活 注意啊 一旦被deny就活 这招 就是这个 OK 那你吧 这个很悠悠 这个很悠悠 我先把这个 我是不是跑过了 我现在我想想 我这个 不好 我想想啊 不好 这两个要冲突 想想啊 保护S3 我看我的统的名字 叫什么啊 千万不要冲突了 冲突了 一会儿 这统策略 统去哪了 统 名字叫什么 名字叫这个 那没问题 应该是不冲突的 然后运行啊 我课前把这个 如果我觉得我今天可能讲得到啊 我觉得我今天 咋回这儿 什么情况 我上不了网 各位 没有问题吧 看我这个 我怎么上不了网啊 偷掌啊 哎 各位能看到我吗 可以吧 偷掌啊 我看看 我这怎么回事啊 好 我继续啊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 访不了AWS了 现在我开了翻墙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卡 没办法 我好像不翻墙 我一会儿访不了了 不知道为什么啊 先看看啊 好 现在创一下 现在不会太卡了 我现在翻的墙呢 但是我用的是香港 应该可能还好点吧 反正一会儿来说 好吧 反正刚才我不翻墙 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访不了AWS了 这么奇怪啊 好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 生命性码 A点 生命性A点 就是说 生命性在想想 严格控制 只允许说学用户 这个就A点 A点 A点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 StreamNotEQ 我这个更严格 这才是真正的卡死啊 这才是真正的卡死 Denine掉 只允许他 除了他们两个都被干掉 然后呢 再把他们两个放过 基本上 这就算卡死了 好吧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B点 B点 好 B点 看一下 B点 B点 就是说你看他这儿 还有个B点 B点就是在通讯当中 一定要用安全的协议 一定要用安全的协议 就说用HGDP防不了 一定要用安全的协议 一定要用安全协议 怎么实现呢 很简单 也有一个条件 一定要用这个 一定要用这个 安全的传输 看一下 也是Denine 看下这个 一定要安全的传输 你看下这个 当你去访问 这个统治员的时候 做任何操作的时候 任何人 做任何S3操作 对这两个统进行操作的时候 只要你的安全传输是false的 就是你没有用HTTPs 你没有用HTTPs 你完蛋了 OK 好 这样的话 注意一定要用Denine 这样的话 那也就说 你必须是安全传输的 才被讹料 看两个Denine 所以说你看 它精确的控制 只允许某个用户能访问 用的Denine 把除了这两个用户以外的干掉了 然后呢 我确认必须要用HTTPs访问 那么我把不安全的给Denine掉了 那剩下的就只有安全的了 OK 然后剩下的就是 我再把这两个用户的流量给放一下 这就是一个 正经的 一个严格的控制 好吧 不完全的传输给false掉 OK AB2点 完整性 没问题 完整性没问题 好 待会儿 我给你测一下 感受一下 现在是不是 这个反而HTTPs肯定是没戏 HTTPs肯定没戏 HTTPs 除了这两个用户以外的 肯定没戏 只有这两个用户才可以 好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 它好没好 好 还没好吗 这个一会儿我测一下 比如说我的优势是1 然后它可以访问 那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对我现在看加密 因为我这个包含了后面加密的事 加密现在是什么情况 一会儿把加密再改一改 改成莫人加密 先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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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继续继续讲 往后面讲吧 好吧 反正就说这样的话就卡死了 只有两个用户可以访问 卡死了必须要用HTTPs 好吧 这才是正道 人家正常放过的都不好使 全部都不好使 好 然后请接着我们看一下数据完整性 依然考虑刚才那个位置 第一一定要防止创 一定要防止创改 第一一定要防止创改 第二个我要知道谁改的 第三个 就算你改了 你不用担心 我有备份 我能恢复 所以说你看啊 数据完整性包含三个 一个是竹子里改 第二个 如果你改了 我知道你改了 我检测你改 第三个 如果改了我能恢复 就是 就算你改了我能给你恢复回来 也可以 数据完整性三个部分 好 下面看一下首先 那么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防止你改呢 其实就是把put给deny掉 OK 就是不允许你们put 当然我这基本上算算这个套路吧 我把这个普通加密给你激活 不要乱来 一会咱们在做加密的事还没到啊 我先用普通加密 普通最经经典的s3管理加密 好 这样啊 我把用户 两个用户的AKSK给改一改 用户1的AK 用户2K 用户1 AK 用户1SK 用户2AK 用户2SK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这个时候 我们用用户1 来上传一个文件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先看这个头 没有东西 是吧 我用用户1来传 x deny protect user1 我用户1来传一个文件 我用户1来传一个文件 带来传一个文件 除了 它是也不错 我用户1来传一个文件 我用户1来传一个文件 去看一看 来传一个文件 对 AWE 没问题 然后我再看看 两个用户 出这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 这个这个 这个他的唯一ID要换一下 因为他是新的新的新的 新的我要把唯一ID换一下 AWS 叫做 I am needs the user 对吧因为因为我 我我记得这个是上一次的 我重新 重新拉了嘛 所以要重新改他两个 user 这个 好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更新一下 就说每一次我执行都会产生新的用户 那新的用户 这是唯一ID 最终这是唯一ID 跟用户明显不一样 这是唯一ID 唯一ID肯定会变化 虽然唯一ID呢 我也改了一下 好吧 加密呢 也基本上用他的默 这是默认加密 你不用动 其实默认就会加密 他是用S3自己管理的密钥来加密 一会儿再说 好吧 当然一会儿还可以用自己的密钥 先不用啊 这是默认加密 S3默认就会 默认你不用动 现在的现在你只要做S3 他默认就可以加密了 默认就这个策略 你不用写他也有也有这个加密 好吧 好 这也更新完毕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传 可以是吧 传上去了 传上去了 OK 好 这个时候呢 你看一下啊 如果说呢 那你想用这个Default 这Default 这Admin啊 他可是Admin啊 用Admin来传 Default应该是我的QYTAdmin 你看Admin的不行 Admin都没吸 看到了吗 Admin都没吸 我是Admin 我删一下 图形化界面 图形化界面 你这我也是Admin 也删不了吧 你看 我也删不了 不仅在命令行我 不仅在这个代码我删不了 我图形化界面 我删不了 我都没信 可以理解 OK 就用户一用户二 他们传没问题 确定没问题吧 OK 好 当然了 这个S3就在HTTPs访问的 我也很难给你做HTTP访问的 好吧 OK 那么现在第一个我就给你测了 就只允许 用户一用户二 可以 可以做这个操作 其他都不行 用户一用户二以外的 只要不是他们俩 其他的这就全部都干掉 你就只有他们俩能够做这三个操作 然后呢 你把他们俩的这个操作给允许了 OK 还有呢 只要不安全的协议干掉 HTTP 我没信了 那就要HTTPs了 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设置方案 对于S3的头 好吧 这个讲了 好 没问题了 就是这个做了 好 然后呢 普通加密刚才做了 然后呢 重新产生了这个用户 我查了新的用户的ID 然后呢 我也替换了 所以刚才那个实验 然后呢 我又把AKSK给替换了 然后我刚才传 我测了 Admin都传不了 但是这个User1就传得了 好吧 Admin也删不了 好吧 当然他也应该是可以删的 但是我就没有那个脚本就不必做了 好吧 就说现在呢 只有他们可以 连Admin都不行 Root都不行 我跟你讲 Root都不行 Root都不行 就是你这个是 这个DNA太好了 只留了他们两个 好吧 我跟你讲 Root都不行 只有他们俩才行 只有他们俩 除了这个以外的 全部都干掉 连Root都不行 你信我 Root都不行 好吧 好 OK 这基本上就是私密信吧 私密信 私密信 好 然后完整性呢 完整性就是说 你看啊 完整性 完整性 这后面后面讲一下版本 计划版本 版本 就是不允许 每个都有版本控制 万一你把它给修改了的话 我们可以恢复 这就是我们会做实验的 版本控制啊 看看 完 这刚才在讲完整性啊 第一个是防止篡改 第二个 篡改来可以检查 第三个 篡改了之后可以修复 这三个东西 第一 然后呢 怎么去防止 防止你篡改呢 首先我会把这个POOT给干掉 就是不允许你其他用户都不允许POOT 那不就不允许篡改了吗 对吧 只允许特定的用户可以去POOT 那其他用户都应该把它干掉 注意啊 是干掉 是deny掉 就是不允许使用 不允许使用 也相当于你看啊 就是相当于除了这两个以外的 其余的 POOT都没戏了 啊 房子里串改 这是一个 版本控制 版本控制 我们后面也会测 就激活一个版本控制 这样的话 你每次去修改的话 那么他都会 只要有改 就那个GIT一样 每次改 他都会做个新的版本 然后你可以查到所有的历史版本 然后呢 你可以去恢复到任何一个时间的一个历史版本 都可以了 这一会儿我们会测 好吧 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案 完整性 就是就算你就算你给我改了 那么我也可以恢复到以前的一个历史版本 上面去也是可以实现的 好 还有一个在网络传输过程中 我们也就要确认这个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 也是安全的 这个时候呢 也是要把不安全的HTTP给干掉 我们几乎HTTPs HTTPs不仅加密 也做完整性校验 这是B点的完整性的问题 这个刚才呢 我也测了 就是真的 真的 只有用User1 然后呢 通过 sdk 刚才sdk 但是其实也HTTPs的 然后呢 才能够去做操作 好 深度啊 深度 深度防御 好 那就说呢 多层的防护 防止单点安全机制失效造成的数据安全问题 那这东西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好 看一下 这就加密 当然加密其实也是私密性的 加密其实也是私密性的问题 也是一个私密性一个部分 私密性就是要首先 只允许你们你这几个用户才能够访问 而且呢 我加密 只有你们自己的用户才能够解密 OK 好 那么所以说呢 下面一个就深度嘛 就是既要做 既要限制你 唯一这个用户能够访问 而且我还要加密 而且也只允许你这个用户 能够调用这个密钥来进行解密 这不就deep 这个defense in deep了嘛 对吧 就是深度防御了嘛 两套我一起用啊 那么他说呢 如何实现深度呢 就是说首先我刚才去 这个限制了这个用户了 现在呢还不行 那么我们还要 要给他加密 而且用我特殊的 KMS的密钥 专门产生一个密钥 专门用这个密钥来加密 OK 他默认我给你解释一下 默认其实是有加密的 但是加密没有什么太多用 同 看我们的保护S3 这是S3管理的密钥 默认加密 你回家现在 现在你发现 你随便创一个桶 它都是加密的 都是用这个S3加密的 这东西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密钥是由S3管理的 你管不着 好吧 就是这个密钥是由AWSS3 他管理的 你根本管不着 好吧 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 这不是这个东西 这肯定是在AWS服务器上面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说有人能 能把AWS这个服务器的硬盘扣下来 他解不了密 好吧 他肯定是硬盘 他的硬盘加密 你可以认为就是说 这东西是AWS自己给你做的 加密 这是默认加密 好吧 他只能影响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就只能影响说 有人把AWS的硬盘给扣了 AWS硬盘是加密的 那他读不出来 读不出来的东西 好吧 但是呢 这个加密的密钥是AWS S3他们管的 你管不着 OK 跟你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密钥他们管的 反而他们帮你加密了 他能确定 有人把AWS服务器的硬盘扣走 他们是拿不走里头数据的 也有这个作用 这是默认加密的 好吧 但是呢 这个只要你有权限访问这个S3的用户 那肯定都是 肯定可以访问访问这个数据的 OK 那么怎么能够实现说只有特定的用户 才能够用才能够解密 那就是我们要限制 这个加密不算 这个加密基本上不算的 这个加密基本上对你而言是透明的 就说反正AWS帮你说了 我们这个已经帮你默认你不用做 默认就已经加密了 而且好像现在进都进不了 就是现在就是默认一定是加密的 就是AWS帮你确定 就说硬盘万一偷了被边拿走了 没关系 我们这个加密的 而且这个密样是我们AWS管的 你不用管的 你不用关心这个事情 我们给你加密了 好吧 然后呢 硬盘别人靠了没问题 但是呢 这事反正你就加密了 你也搞不着 好吧 这个密样也加密也不规律控制 密样也不规律控制 反正我们给你加密就完了 好 现在啊 能够实验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你在KMS里面 专门起一个密钥 看一下我这儿有 我这儿是做了的 密钥管理啊 你看啊 这是AWS管理的 相对的就是说AWS他们有 自己有一个密钥 他反正你不用管 他有这个密钥 帮你加密 但是呢 你也可以自己搞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密钥 你看 你看 你也可以搞搞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密钥 应该应该是这个吧 看看我的名字啊 这是策略名字不对啊 K 这是K 看名字没写吗 好像没写 这是策略啊 这是策略啊 不是 可以从这儿看 这个密钥 我起了个名字了 叫QY糖S3K 是这么起的 对 叫他可以 他要起名字 一定要起个Alars 通过Alars 来起的名字叫QY糖S3K 就这个 就这个K 就这个K 好吧 比如说呢 你可以用他来默认的加密 你也可以怎么呢 你也可以搞一个属于你自己的K KMS里面客户自己管理的K 你用你自己做这个K 你来加密 也行 好吧 我们来看看效果 就说呢 现在呢 我创建了一个K 这其实就是给他一个名字 给一个名字 好吧 然后相当于你自己创建了一个K 好 看一下啊 K啊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定义这个Key的策略 Key的策略 好 看一下啊 一般情况下Root一定是什么都能干的 好吧 你不能说这个密要连Root都访问不了 那那那那万一出了事Root就恢复不了 所以Root肯定是什么都能干的 好 第二个 然后呢 你们公司可能Root以外一般Root不干活嘛 对吧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公司的比如说哎 我们的管理员叫QyTankAdmin 他呢 基本上的绝大部分操作也是可以做的 绝大部分操作Admin也是可以做的 Root什么都能干 绝大部分操作呢 QyTankAdmin他也能做 好 除了这两个以外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看一下啊 这个QyTankUser1 1哦 没有2啊 只有1啊 没有2啊 1是可以用来加减密的 有时候呢 就是这个密钥 那么Root可以用它来解密 QyTankAdmin可以用它来解密 这个没问题 OK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看一下啊 那么User1可以用它来解密 User2可不行 好吧 你可以控制哪些用户可以调用这个密钥来做什么样的操作 没问题 好 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有一个密钥了 这只是给它起这个名字 好 这个时候呢 在桶的地方 看一下啊 这个桶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改一下 这是莫等加密啊 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加密的时候呢 用我们的密钥 我们更新一下 OK 这样的话就看啊 使用KM保密的密钥来加密 S3的桶 这样的话就叫做深度防御了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你要访问我的数据 第一你要有权利 第一你要有权利 你看啊 除了User1 User2以外 其他都歇了菜了 User1确实有权利 User2确实有权利 正常User1User2都可以 User1User2都可以访问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User2现在访问不了 因为现在呢 他用到了这个特殊的密钥来加密 这个密钥呢 有限制 这个密钥有限制 只允许User1 他可以用来加解密 其他用不了 User2用不了 好吧 OK这样的话 User1可以继续操作 User2那就完蛋了 那肯定不行 好吧 看一下我更新了没有 加密加密的版本 加密你看啊 用这个密钥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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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我看看 我们 好 那这个时候正常 如果没有密钥的 那你用这个脚本 就可以防止它了 但是如果有密钥 这不行 需要另外 你要换个代码 你要换个代码 好看一下啊 这个代码 你需要去替换一下 看一下 要替换一下 这个密 你要用密钥 密钥 我现在又探了新的密钥 所以要把密钥的ARN给换一换 密钥 有导出 密钥的ARN 我记得有地方还要换一个密钥ID 好像不需要了啊 好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有密钥的ARN 看一下啊 我现在用用户1 我用用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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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用用户1 然后呢 这是密钥的ARN 那现在我要上传的时候 不仅要有原来的代码 而且我还有一个额外的设置 我要去引用这个密钥 来做解密 看一下啊 跟以前的代码不一样啊 以前代码就这样就完了 好吧 那现在代码就说 你要去处理的话 你需要去引用一个 这个密钥 用这个密钥 才能够解密 才能够做操作 可以见 不管你是上传还是下载 你都需要有这个密钥 否则你做不了 OK 好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尝试一遍啊 这个时候 我再把这个文件给删了 重新再传一下 或者下载都行 现在做这个操作 你就必须要有这个密钥了 你要有这个密钥的权限才行 我这个根本都操 我这根本都删不了啊 但无所谓 看看我们来操作啊 我现在用的是用户一 AI也换新的了 然后呢 用户一是可以 用这个密钥的 所以现在呢 他传应该是可以的 他是可以的 是吧 我用用户二 用户二 用户二呢 其实权限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没有办法获取这个密钥 所以他没有办法 所以说呢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去得到密钥了 但密钥操作不了 所以他这个操作是实现不了的 你看 他的报错是 你看啊 他的报错是 DNA ACCESS 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用户不支持执行这个密钥的操作 看到没有 是不授权执行这个密钥的操作的 用户二不是S3的同个权限的问题 OK 是他没有办法去访问密钥 所以他搞不定 好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admin admin呢 其实密钥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就是他没有S3同访问的权限 你看他也是挂的 但他挂的原因呢 是另外一个原因 你看啊 他给我的原因是DNA 这个XDNA 是因为他put这个操作他做不了 明显两个不一样 这个admin呢是密钥是可以访问的 但他put不了 好吧 然后呢 U12呢是put得了 但他密钥处理不了 多重控制吧 多重控制 对吧 只有这个用户一 他既访密钥有个问题 他的权限他也没有问题 所以用户一是好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深度控制 既要有访问筒的权限 还要有使用密钥的权限 两个加在一起 只有用户一有这个能力 他搞的这个admin 他密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是被DNA掉的 不能够去操作的 不能操作这个筒的 对吧 用户二呢 他可以操作个筒 但是密钥他又不行 哎 你如果要更安全 就再加一道防护 权限控制一下 加密 还用特殊的密钥 只允许某一个用户 使用这个特殊的密钥 你要做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带这个密钥才行 一定要带这个密钥 一定要处理这个密钥 OK 你才能够去处理这个文件 OK 这是一个他的所谓的深度的控制 好 他在这里再给解释 其实刚才我讲过了 第一个就是AW拥有的密钥 就是这个S3管理的密钥 就开始我说这个 我说默认的你也改不了 默认其实就这样 你不做其实也是这个 叫做A 这里应该选择一下 叫AES256 就是这个 叫做S3管理的密钥 你正常配的时候的话 你就应该叫做AES256 OK 就是要用AWS管理的密钥来加密 这个密钥呢 基本上有说你甭管了 反正AWS给加密了 基本上硬盘别人扣这个事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别人是肯定解密不了的 当然你对这个密钥没有管理权 反正AWS是自己的 好吧 更加高级的也更加麻烦的 就是说你自己搞一个密钥出来 你不用这个 你不用这个 你自己搞一个密钥出来 你自己做一个密钥出来 你看自己 你自己做一个密钥 然后对这个密钥做全线控制 用户一呢 就有这个相应的权限 OK 这个呢 会更加安全一些 但是也更加麻烦 更加麻烦 你要 你既要允许他访问筒 还要 还要加密 还要 还要让这个用户能够去使用这个密钥 那就比较复杂一些 但是复杂嘛 就是安全就肯定是会更复杂一些 做深度的防御 好吧 好 这就是S3 它自己搞的密钥 这是刚才你做的密钥 好吧 最后一个呢 就是跟AWS就没有关系了 就说 你自己搞一个密钥 你自己搞一个密钥 你自己加完密 然后自己传到S3上面去 然后呢 你下载下来之后呢 自己用密钥来解密 那就这事儿 就跟AWS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就不讲了 好吧 你自己搞一个加密软件 把数据加密了 然后创成S3 然后从S3呢 拿下来之后呢 再拿个加密软件解密 这其实就已经跟AWS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就把它干掉了 好吧 第一个就是S3的自己的 第二个呢 就是你自己创建一个 用它来加解密 OK 分别就在 分别就是在 这就是你创建的 这就是 有AWS管理的 你管不着 好吧 你管不着 OK 这个基本上 做好了 好 还有一点啊 这个我觉得也挺有用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这样 就是不仅我们这个密钥 能够帮你加密 这个 S3的数据 甚至呢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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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电脑上面 或者说你的 那些其他 其他机器上面 也不是个人电脑吧 你也可以用 AWS的密钥 来加密你的 你的 服务器上面 你的个人电脑上面的一些敏感信息 也可以 就是说 你也可以搞一个 这个 就是他这个密钥 就是他这个 不是都你的密钥了吗 你管理的密钥 对吧 用这个密钥 你可以用这个密钥 来去加密你的 本地的一些敏感信息 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仅能够加密 S3桶上面的 你也可以用它来加密你自己 硬盘里面的东西的 他也能 他也能行 你只要把API调用好了 你本地的敏感信息 也可以 也可以来 也可以用它来保护 加密 这样他说比较好 就说 你就 你就不给那个 人名文的密钥 你给他一个密文的 你看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应该是 他 好看一下啊 首先 这个Key要改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KeyID 要改成这个 相应的KeyID 改成这个KeyID 好 你可以去调用这个KeyID 调用的KeyID 对你的敏感信息 比如说这是我的密码 比如说这是我某个令牌 这是我的敏感信息 然后呢 我用这个密钥 对这个敏感信息 进行加密 加密 OK 这是加密 解密 加密 解密 这两个函数我做好了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啊 我能够实验什么效果呢 我把这个文件给删了 好看一下啊 就说我可以把一个敏感信息加密 加密之后呢 给它写到一个文件里面保存在我本地 相当于我的敏感信息呢 就加密保存到本地了 当你下次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敏感信息 加密的信息读出来 然后再解密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看看这个信息能不能够正常的解密 OK 开始呢 加密到硬盘里面的文件 然后呢 再从硬盘里的文件读出来 然后呢 再打印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得到明文的信息 就是先加密到文件 然后再用文件里面再读出来 你看这先写入 然后呢 再读出 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给你看下 就是这个敏感信息 我们也可以用云端的密钥 来加密你本地的信息 然后存到你本地的硬盘里面去 也是可以的 用它来 用AWS的密钥来 把你加密本地的数据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啊 这个应该是它 好 你看啊 这就是加密后的数据 加密后的乱版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乱版存到这个文件 然后后续呢 我又从这个文件读出来 然后呢 解密是明文 解密是明文 OK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你的代码里面 就每一次去 让它去引用这个 本地的这个文件 OK 然后解密出来密钥 然后把密钥引到你的代码里面去 然后发起请求就可以了 OK 可以理解吧 再用它来加密你本地的文件都可以啊 用它来加密本地的文件都可以啊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 我就在想说 我就可以把我的敏感信息 就直接可以加密好的本地 然后每次操作的时候呢 用这个API去引用 然后去解密 解密完了之后呢 然后再去发起一些敏感的请求 这比较好 可以把敏感数据啊 本地的东西都可以用它的密钥来加密 好吧 好 让我继续啊 S3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就是S3是天生支持加密的 它说呢 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服务都支持加密 但是下面这些是AWS天生能够支持加密的 好吧 这是支持这个服务器端 AWS帮你加密的一些服务 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再看一下 就是正常默认的 这就是默认的 叫做S3管理的密钥 然后后来呢 换成我们的密钥之后呢 就会看到 这是KMS管理的密钥 它会告诉你 是哪一个密钥 这是你自己创建的 你可以在这密钥上 做相应的权限控制 是吧 这应该可以看得到的 现在 我这个应该可以看吧 看就这么一样 然后密钥你看 密钥的策略 root 全放 qy 基本上什么都有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用户呢 可以用了加解密 好 这个是S3的部分 基本上S3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面呢我们再举个例子 刚才讲的S3可以加减 可以来加密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DynamoDB 也是一个数据库 我们来看一下DynamoDB 是不是也可以用加密技术来做 好吧